平川说冷静 天天聊慕兽 大家好 我是平川 刚刚打完的WAL决赛 他来了 有令神大战Happy 这是双方的第一场较量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R归岛 出身在地图左边是蓝色的不四足 ID Happy 这一次WAL比赛 Happy的话好像有点不太顺利啊 在四进二的过程中 被浪漫让二追三打到了败者座 但是败者座Happy又一路杀了上来啊 成功复仇浪漫 好 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不四足 ID LYNL 令神 目前兽族的老大啊 令神这一次的发挥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3比0把这个浪漫打到败者座 然后败者座浪漫和Happy再一次相遇 结果呢是Happy杀了上来啊 好 看一下本场对抗决赛 Happy大战令神 我们看看双方的英雄选择啊 令神选择的是剑圣的手法 诶 这一次令神对剑圣的钟爱尤其的多啊 好 Happy这边依然还是DK死亡骑士的一个手法 DK大战剑圣 决赛第一场我们赤目以待啊 首先看看双方得下的一个博弈 Happy这边还是DK配狗牛 来 第一时间侦查到了兽族的一个位置 令神的话选择的是单地动直接跳板 后面我们看看是选择出这个双兵营呢 猎头 还是出飞龙 好 剑圣上来开加速去抓这边练级吗 好 第一时间还是要换一个头环 是吧 来 剑圣头环安排上 然后过来抓Happy练级 看看来不来得及 Happy这边练四级海龟 剑圣他来了 嗚呦 Happy一发C 剑圣没抢张 哎呦 一级关 剑圣抢到了 只是讲了一级关 四级海龟没有抢到 这里开了加速 但是Happy太稳了啊 直接C 知道对手估计用剑圣啊 直接C 好 Happy开局的话 装备直接是被 呃 装备被剑圣给抢了 优越之剑 加上一个贵族头环啊 贵族头环是买的 优越之剑是抢的 这一季欧环表示 嗯 压力有点大 剑圣首发 还是比较灵活的啊 好 你来搞我 那我就换个地方来练 接下来再招点骷髅 我兵多 看看你能不能抢到 剑圣 细细过来一抢 这边骷髅的数量 有点多好 剑圣直接重赢 一叶一刀 还是经验值 经验值装备 都被欧环给拿到 欧环这个小操作 小细节是真的完美啊 好 剑圣 再抢了一个一级海龟 哎呀 抢了两个一级海龟 哎呀 经验值还是太少 好 欧环你是真的细啊 连骷髅的经验值 也不敢直接反补 Happy的话是双线练 DK直接到了二级 那剑圣感觉 有点不带赔得动 这个DK DK表示 你随便你赔啊 我呢 直接练 好 剑圣表示 不能再赔了 要把DK的血线给打下去 哎 骷髅经验值抢到 好 这边四级海龟 双方再一次争夺 欧环这个血线控制的完美啊 一发C 海龟抢到 这边装备也强盗啊 两个隐身斗篷了 目前来看 DK的话还是成功 反骚扰了剑圣 剑圣表示 有点赔不动 好 家里的话 我们看看科技情况啊 兽足二本即将生好 家里放了三个地洞 那二本之后 出什么兵呢 是出狼藉 还是出飞龙 还是出猎头 目前来看 暂时没有去放饼 应该是放弃了猎头的打法了 放弃猎头打法 大概率是飞龙 但是飞龙好像跟先知更大 看看令神这一次用了什么的作业啊 DK两个隐身斗篷直接卖掉 换了一个贵族头环 欧皇的DK还是要练三级啊 这边练三 看看令神这边是 牛头人图腾配兽篮 居然是常规的什么白牛 配这个科多狼旗的一个打法啊 他应该是啊 速成三百 三英雄配这边的兵来打 来 剑神想追杀一下DK DK表示 我还是小心一点 好 杀小狗 哇 一发C 他又抬回来了 简直剑神的知识输出就差一丢丢啊 好 DK的话 C来说经验是拿的啊 在自己状态不是特别好 成功撤退到家里去 来 你出剑神 那我这边就出阴影了 最近欧皇大菊光非常的不错啊 前几天我们解说了一场 是把这边Happy和Fly的一场啊 欧皇居然跑家吧 Happy给把这个Fly给跑死了 这其中呢 阴影的作用非常的大 好 二本一号直接是要出阴影 哎 这里要为剑神 剑神表示我手还是有点长的啊 你这个建筑造不好 那这边建筑 拆一次 家里二英雄小歪也出来了 这边能练吗 主要还是抢宝吧 剑神过来 来来来 把这个装备给抢了再说啊 幸好现在DK暂时不在 剑神刚才疾风步的话 欧皇在家呢 还是有所激胆的 好 等了半天剑神没有现身 那应该是走了 来 这里掉一个什么装备 我们看一下 目击蓝胖子 哩哩哩 打了一个蓝牌 Nice Happy现在是等自己的二英雄啊 二英雄巫妖走出祭坛 要开始练二英雄了 当然DK主要还是要到三级啊 三级之后 然后再慢慢发与自己的一个巫妖 这一集再也不是猎头 再也不是飞龙了 令神的话好像又要出一套新的作业 也不能叫新的作业 是吧 这套战术以前用的比较多啊 最近用的比较少 来 再一次抢这个蓝胖子啊 两个蓝胖子我都拿下 刚才是打了一个蓝牌 那这一次呢 看看掉一个什么好道具 变个小尖 耶 再来一刀 砍掉 好 剑神这边打了一个雪牌 雪牌蓝牌 嘿 还真不错啊 那Happy这边 嘿 也是以小博大直接练一个大典了 令神就在隔壁 但是令神现在还是一心打宝 欧皇表示 其实我也想打宝 好 有个天鬼在 主要是防止对手出飞龙 哇 来来来 DK的话身上有个雪瓶啊 装备看一下 这个六级野怪 掉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啾啾啾 小狗一丝血全部拉开来 令神在旁边 没有发现 欧皇在附近啊 Happy这边打了一个 吸血光环 哇 这吸血光环配欧皇的狂狗 确实非常的搭配 好 令神过来 哎呦 晚了一丢丢 嗯 没办法啊 欧皇这边有阴影在 哇 欧皇这一句的阴影出得非常的早啊 完美 那你干嘛 我都知道 好 上来 先把对方的一个小狗给清理掉 小Y终于是升到了二级 但是阴影一直跟着你啊 这边搞得后很烦 家里 三本升好了 尖刺升好了 这边塔也造好了啊 就是等欧皇的三本一波流 家里的话 城防也要升 三英雄选择是老牛 令神选择是三英雄的一个打法 乌游 阴影又在了 这一波奇迹海归 欧皇能抢到吗 好像有机会 乌妖 给抢了 HAPPY有阴影在我 打的确实是完美 最近 HAPPY这个大局关 非常的不错啊 二本一号 直接就造戏剑神员 是吧 出这个阴影 好 三英雄选择的是小黑 常规打法 乌妖 生的是兵甲 来 兵甲一套 就是防止你健身啊 你敢砍我 你的攻速和移动速度都会被减 那令神 三英雄老牛 这边你练极 欧魂的话 一看一个准啊 随时过来抓你 好大部队直接过来了 那这边小歪小 你看 对方部队直接过来 应该是知道我在这 那令神 这边能不能去买一个粉 反一下呢 这也太难受了 被阴影一直跟着 现在人口4844 上次的话 HAPPY打弗莱 也是一直有阴影 但弗莱说 反这个阴影太难了啊 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 人家出个阴影 是吧 他多少钱 一直跟着你 你这边要买粉 各种撒 关键是 你不一定 每次撒都撒得准 来 现在的话 欧魂也想练这个七级海龟 好 双方终于开始爆发团战了 上来小秒小歪 小把第一时间往后撤一下 灵魂练一套 双方开始互相拉扯了 但是这一局的话 另一生完全没有等级啊 没得打 二级打三级 是吧 对手的英雄等级明显 比你高一个档次 好 白牛这种复活 这边看看白牛复过流 效果怎么样 追上你的白牛 小歪 吃了波 来满上 虽然说你满上的对方一发弄啊 再加上毁灭这个输出 好像白牛还是小春版扛不住 哎呀 我虚无一下自己 但是毁灭照样把你给弄了 毁灭又一次飘起来 这个战术打不动这个毁灭呀 以前有猎头在 戳毁灭还戳得动 现在呢 有点戳不动 当然之外还是节奏太快了 小歪要被秒 那小歪一秒 这边受阻的话 没有补给 牛头到现在还没有到二 这一局 HAPPY的压制力实在是有点强 好 杀巫妖不 火焕直接一发C 巫妖满血了 那这一波令神 真是困兽之斗啊 有没有机会杀英雄 巫妖兵甲一套 剑神砍一刀 自己减速一万年 难受 剑神 面对亡灵45人口大军 还要挣扎吗 令神表示 我不服呀 我还想再抢救一下 三个磕多 磕多数量多起来 但是狼藉数量没了 小歪的话暂时不在 好 重新再补给一波 牛头没有刀 没有踩地板 那欧环是团战打赢之后 恢复一下状态 我再练一练 DK马上到四级了 哇 这一局欧环状态感觉非常的不错啊 来 DK的话 现在是四级大蓝到手 来了 四级打两级 这一局的压制力实在是有点强 完美 还是这个阴影啊 很早就出来 你兽足想练击 完全没有机会 哇 牛头 直接秒掉 那牛头一秒 没得完了啊 剑神一个人 还想掩护一下自己的磕多吗 阴影一直在 你剑神一不小心 可能也被带走 哦呦 小外治疗波乃出来了 还是没有乃住 磕多 照样秒掉 哇 这一局令神感觉打得有点绝望啊 前期剑神 硬陪 还是陪不动 后面自己练击 没有机会 剑神倒下 令神打出寂静 我们恭喜happy啊 第一局 巨大优势 拿下 给你帮忙碌 给你帮忙碌